今天新岛的总部有贵客临门 积极推动亚太一选民教育和参与社会的亚太公共事务联盟 APAPA多位负责人 今天到访了新岛的总部来商讨如何加强合作 继续鼓励华人社区参与政治 来看一下新岛记者张震的报道 APAPA主席尹吉成带领该会多位负责人 今天与新岛日报美西版总编辑梁建峰等会面 尹吉成首先肯定了新岛集团 在湾区华人社区中的影响力 以及多年来鼓励华人参政议政的努力 他说希望能进一步与新岛在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和网络等多媒体全方位加强合作 支持和鼓励华人参政争取福利 该会副主席Fond La也表示 即将进入选举季 APAPA将会主办协办一系列活动 鼓励华人积极投票 参与美国民主政治 新岛日报总编辑梁建峰赞扬APA为华人社区参政做出的贡献 APAPA亚太公共事务联盟是一个超脱党派利益的非盈利组织 长期致力于鼓励亚太裔参与政治活动 包括选民登记、投票、鼓励亚太裔参与主流公共事务 支持亚太裔参选和从政 与民选官员合作立法 代表亚太裔争取权益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